歡迎各位今天前來參加2021年實體的生活饗宴 今年是我們的第一場Think Big的講座 也是唯一一場 相信在今年的疫情的影響之下 其實大家可以團聚在這邊 來欣賞我們今天的這個講座 其實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好 那在今天在這個開始之前 相信不用我多說來介紹這位講座 他用腦波應該就可以增幅大家了 好 那但是我還是想要先問一下大家一個問題 大家有沒有聽過一個網路傳說 聽說我們的唐鳳認為 他在出生的時候講的第一句話 不是爸爸也不是媽媽 是什麼 有人知道嗎 IT的夥伴 特別點名IT的夥伴 有人知道嗎 好 不知道了沒有關係 我們可以上網查一下 可以上網查一下 剛剛那位夥伴有舉手 是什麼 是 是我們hello world 是的 好 那今天沒有 不好意思啊 沒有獎品 有我的口頭獎勵 謝謝你 好 那今天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就讓我們以最熱烈的掌聲 最熱烈的掌聲 歡迎我們的唐鳳正偉 掌聲歡迎 好 非常高興可以跟大家團聚 不是群聚 一堂 那在就是slido上面 現在已經有18個問題了 已經有非常多的問題 不過我想還是先講一下 就是任何時候在現場的朋友 舉手是有優先權的 也就是說只要舉手問問題 那不管slido上面有多少的票數 或者是你問的問題 都沒有這個拉到票 那我想現場有數位麥克風嘛 數位就是很多位的意思 可以大家都傳個麥克風 然後直接在現場聊天 那這樣子的話 也不會變成說 好像你是38個問題 目前是排名第37 你就覺得說前面問題沒有興趣 那你隨時可以舉手 把你在第37位的問題 抬到最前面來 那時間結構上面 我了解表定是兩個小時 不過剛剛HR的朋友特別提醒我 說就是如果我講慢兩個小時的話 我要去趕高鐵 就沒有人可以跟我合照了 但是據說有人 好像是想要合照或簽名 或怎麼樣的 那所以我們就可能是 最後留個20分鐘左右的時間 那看大家想怎麼樣 那這樣子的 對 想要有什麼安排都可以了 對 那所以我們就稍微 稍微cut down一點點 大概一個半小時左右的時間 那就是 時間空間結構大概就這樣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直接開始了 好 OK 好 那有一位ET 是這個地球之外的一位夥伴 想要問說 這個果然是元宇宙 現在很紅的這個元宇宙 那Elon Musk說 這只是一個噱頭而已 那請問委員怎麼樣看Metaverse 那裡面有什麼創新的發展 或者是日商機 其實有很多朋友 可能比較年輕 是第一次看到Metaverse這個字 但因為我已經比較老了 我已經40歲了 我看到Metaverse這個字的時候 我是濃濃的相仇 因為我第一次看到這個字 是我12歲的時候 1993年 當時Snow Crash 這本小說出來沒多久 我就碰到這個字 我碰到這個字 跟碰到Cyber Space 就是賽博空間 易度空間 很多反法 是同一個時候 就是大概1992 1993年的時候 那當時的想法 其實非常的簡單 可能也是受一些科幻電影的影響 簡單來講 就是說希望說 我們面對面的這個場景 共享的這個實境 可以去跟在地球上 或不在地球上 這位ET的朋友 在別的地方 都可以透過像Holodeck 那樣子的技術來分享 這邊這些空的 沒有打勾的這些椅子 可能就是稍微按個鍵 上面就坐了人 然後就是往左往右 所以我看起來都跟在聖地題 已經沒有什麼兩樣 那這個是當時 1993年的時候 小說裡面 特別Snow Crash 這本小說裡面的這個想像 那所以我現在在看到這個字 已經完全沒有什麼激動的感覺 我就是覺得說 確實這個就是很古老的這個想像 而這個想像 我們當時在做Web的時候 像我自己在跟Dan Bricklin 他是發明試算表的人 那我跟他一起工作了好幾年 那他也說 他當時是趨就於二維的顯示荧幕 不然他在哈佛 本來在做試算表的那個project 是讓大家在同一個空間裡面 討論任何事情 特別是技術性的事情 或知識性的事情的時候 都可以兩個人的眼鏡 這個同時投影到眼睛裡面 都看到同一份在螢幕 就是在空中浮現的這個圖表 那每個人都可以去Fork 就是去分支這個模型 然後改自己的參數 然後別人就可以看到 從你的角度看這個 就是資訊是怎麼樣等等 那他是被當時的 Personal Computer所限制 所以才只能做出 像試算表那樣的東西 不然的話 本來他想要做的 其實也就是今天 我們說Metaverse 的這種共享現實 可以把自己腦裡面的現實 或已經建盟好的現實 帶到當場的這樣子一種技術 所以我想這個方向是很穩定的 那為什麼現在這個詞 突然間紅了 那當然除了就是 我們都知道Facebook要洗白 所以改個名字之外 那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原因 其實也就是大家發現說 我們本來當年的那些想像 是去中心化 是至少是分散式 就是每個人可以 像剛剛Dan Bricklin 自己去安排自己的試算表 可以分支別人的試算表 自己安排 就是我要怎麼樣 跟環境裡面互動等等 如果有玩過像Minecraft Second Life等等 其實這個是一個預設的想像 或像我們當時 9293年的時候說 那任何人都可以 自己架一個 Email的伺服器 那再過幾年 每個人都可以自己架 Web伺服器等等 是一個分散式的東西 那但是 後來很可能因為 有一些關鍵的一些協定 像XMPP 傳即時訊息的協定等等 那大家在始作的時候呢 都把那個Federation 就是可以跨不同 後端平台 這個互通這一點 都拿掉了 所以就變成 大家在手機上面 就是可能都要灌三四種 不同的通訊軟體 而且就是每一種都 就是稍微界面 有一点點不一樣 然後搞得每一個人 都好像 就是注意力缺失一樣 因為就要從一個脈絡切換 到一個脈絡切換 到一個脈絡 因為他們中間不互通嘛 那當然還包含像Facebook 這樣子的 就是過度中心化的平台 所以慢慢就變成 好像這個以前 就是有IE浏覽器跟沒有 看到的還是類似的網站 只是可能自行 有一點跑掉 那但是現在 就是你有Facebook帳號跟沒有 看起來是完全不同的世界 好像二元宇宙 的這個狀態 宇宙裡宇宙外的狀態 那所以我想現在 元宇宙會突然間紅起來 有一個原因也是因為 大家是想要 re-decentralization 就是重新去中心化 想要擺脫這種 好像我們明明在一個 分散室的web上面 或就是通訊軟體裡面 但是事實上卻非常fragment 就是你有正好跟沒有 完全不同的體驗 那大家都很希望說 那類似像NFT啊 或這樣子的技術 它都是在呼喚一個 可能92年93年的一個想像 就是說當我自己安排了 是這樣的互動之後 它是不會不見的 它不會因為 突然之間臉書斷訊了 然後你好不容易寫的一篇 這個blog 就沒有任何人 看得到的情況 那像就是email是你寄出 就算你的就是mail server down了 那至少你的手機裡面 或你的電腦裡還有一份嘛 但是在現在的就是中心化場景裡面 好像這些當初不用講的事情 現在都變成需要強調了 所以我覺得所謂強調極缺乏了 現在大家在講這種 原宇宙啊NFT啊之類的 其實可能就是在說 我們這個fragmentation 已經太嚴重了 因此需要有一些 就是真正讓使用者 重新取得自主權的一些方式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創新沒有錯 但這個是回應 目前的社會的一個 好像不太公平的情況 每個人發生的狀態 好像又回到以前 就是有廣播頻譜 或者是有衛星天線的 才能夠當平台 那小的平台 好像不容易生存的這個情況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創新 但它是一種 好像被壓抑的東西的 迴反這樣子的創新 不過在這裡面 當然是有蠻大的上機的 這個我不會去否認 只是說這個商機我看的時候 因為並沒有什麼hype curve 就是Gartner的那一條線 我看起來是慢慢的去漲 就是它現在真的能夠 解決什麼問題 那我們就把它部署到 那一個場景去 不會說它還不能夠 解決的問題 我們就硬逼著大家 去配合技術 無論如何都是 技術要配合大家 但先回來到這邊好了 因為我看接下來問題 越來越多 所以我們就 如果還想要追問的話 就麻煩舉手 或者是再把追問的問題 推上來 因為下一個題目是跟這個 一點關係沒有 有42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談話自學的經歷 很激勵人 那可不可以跟在座的父母 分享一下 自學的孩子的心聲 這非常好的問題 我自己是中措嘛 就是國中二年級 我就沒有繼續念了 那但是國中二年級的時候 為什麼我可以不繼續念 純粹是因為有一個 很保佑我的校長 當時北正國中的杜惠平校長 我不是跟校長說 校長 校長 我發現說你告訴我說 我一定要念完高中 念完大學 考個GRE 去國外 擔任博士 博士後 我才能夠跟這個 我喜歡的教授一起做研究 但是這個教授已經回我email了 我們已經在一起寫這個論文了 其實沒有 我只是改他論文也錯字 但是無論如何 就是說 也是論文嘛 也是contribution 無論如何 就是這種open access 就是開放知識的這樣的一個行動 在當時就是9394年的時候 對所有的研究者也是新的 所以對他們來講 他們非常願意在網路上 交這些新的朋友 而且他不會特別去問你說 你是不是14歲或15歲大 那校長看了我這些email print out之後 他就想了一分鐘 然後他就說 好啊 那明天看你就不用來上學了 這樣 那我就說 那就是太好了 那但是教育局那邊怎麼辦 都學怎麼辦 他就說我幫你處理 就是偽造文書的意思 但是就是 就是 過追逐期了 過追逐期了 那所以就是說 我從當時這個 我literally中二的心靈裡面 就是國中二年級的心靈裡面 我就有一種 原來這個公教人員 才是全世界最創新的人 的這樣子的一種概念 就根深蒂固而植入 那所以直到現在 為什麼我花那麼多時間 在跟行政體系的朋友相處 就是我覺得說 其實真正的創新 是可以從公務門裡面出來 只要我們同樣的 就是主觀可以給主觀空間 其實他們是有非常多創新的 動能的存在 那所以當時等於是校長 給了我這個正當性 然後就好像 這個周俊勳的校長 或者增養你的校長一樣 是有校長的保佑之下 我們拿著校長的保佑 去說服親朋好友 所以我想在這裡面 有一個蠻重要的 就是說假設你的小孩要自學 當然現在已經不是體制外 也不需要弄得 好像什麼公民不服從一樣 現在是完全有實驗三法 但這個概念還是一樣的 就是說如果他能夠參加一個 有高正當性的 可能是附近的大學 可能是附近的大的企業 大的社會團體等等 的這個活動 那這樣的話 這件事情就可以讓他跟 金朋好友證明說 他自己找他的這個方向 是非常有道理的 那我再舉例 好比像之前我們有辦過一個 GICS Girl in Cybersecurity 就是說那些立志 想要當白帽駭客的高中女生 那給他一個就是斬露頭角 而且可以跟總統一起吃飯的 這樣子一個機會 那這個當然是總統本身是很在意的 但我們為什麼特別要辦這種 類似Affirmative Action 就是專門幫女生辦的原因 就是因為當時有很多 像Hickon Girls等等 都跟這個從總 跟我們科技部長分享說 就是當他們這個在高中 或特別是高三這個年級 他決定說 他不一定要去念大學 或是說他想要專精研究資安技術 他想要成為白帽駭客的時候 基本上他爸媽都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而且朋友也不知道在講什麼 而且也會覺得說 你一個女生要當駭客這樣 真的對嗎 之類之類 就是會有一些social pushback 那這個確實是 就是既有的性別刻板印象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去 針對他去解決 那這個時候 他只要秀一個 他跟就是蔡總統合照的 這樣子一個照片 其實很多都迎刃而解 就是類似 類似像那個 就是我说 這個校長保佑我的那個神主牌一樣 就是跟小英保佑他 這個神主牌是非常非常重要 他拿著這個合照 大概就可以開始自己去找 自己的研究領域了等等 所以我覺得我們在公共部門 去創造這樣子的legitimacy 這樣子的正當性的經驗 不是只是給 所謂的體制外的自治學生 也是給所有體制內裡面 所有想要挑一些 不是現有的分科分析 所能夠cover的 這些自己的研究題目的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的重要 那也很鼓勵 就是父母可以去找 這方面的資源 那如果真的找不到他 反正大家都有我的email 可以寫個email給我 我們就試著 就是幫你創造一些神主牌出來 希望回答這個問題 好 那有三三位朋友們問說 對應目前在各討論區 還有PTT臉書臉 等等的所謂的酸民文化 那這個Audrey提 這個之前您有提過一些 應對的方式 能不能再說明一下 一般的鄉民 應該要如何應對 不看不聽 是不是一種好的選擇 如果想要促進良心的討論的話 以一個鄉民的角色 應該要怎麼樣子 貢獻一番心力 這很好的一個問題 當然我自己在面對酸民的時候的做法 其實不是說大家都認得我的ID 我才能夠這樣子做 就是任何人其實都可以一樣的做法 這個做法之前我有分享過 叫擁抱小白 或者是叫做精神按摩 那意思都是一樣的 就是說當你看到一些會讓你感到刺痛 這個玻璃心 這個感覺上就快要碎掉了的那些字眼的時候 你不要去鼓勵人家用這些字眼 但是你也不是不悔 而是說想辦法創造一些正向的經驗 像我的話 就是櫃子裡面隨時都有可以充泡的一些飲料包之類的 那我可能有30種 隨便拿兩種 C30取3就接近1000嘛 所以就是有非常多這個變化可以去使用 所以我看到某個新的讓我不舒服的字眼的時候 我就趕快去創造一種新的調味的感覺 那這種感覺這個我稍微喝一下或聽一個新的音樂 那現在都是可以機器學習自動產生音樂嘛 所以保證是新的的這種音樂 那這樣子的話就是一些不同的刺激 讓我可以不但稍微舒緩下來 而且呢我就可以挑裡面 即使是它本來都沒有建設性 我可以去找兩三個自我硬凹成有建設性 然後呢我就專門用有建設性的方式去揮那些有建設性的部分 那這樣子的好處就是說 這好像就是按摩可能會揉到一些痛點 但是你不是說以後就不去按摩了 但是你也不是硬去按那可能會抽筋 那而是說就是你一些香氛啊 或者是一些什麼音樂啊 讓自己稍微放鬆之後把那個地方揉開嘛 揉鬆那之後再往那邊就不會再有這種刺痛的感覺 所以我只要在當天有睡夠 通常我都有睡夠再醒來 我再看到同樣的這些字眼 那我完全就把它當作語料 就是語言的材料 Corpus就是我看到之後我就只會去反射性而想到 很好喝的飲料或者是很好聽的音樂或之類 那就是不管怎麼樣寫我都是保持一個很開心的一個態度 就充滿著好奇心 原來中文也可以這樣子用 我也學到了 這樣子的一種感覺 所以其實這些技巧主要不是往別人的 而是往自己的 那當你已經進入一個就是都是語料 這個很欣賞 這個原來中文可以這樣用的時候 那去專門回有建設性的部分 就不會太消耗你自己的精力 那所以我覺得這一部分是大家都可以往內練習的啦 這個不是說只有名人才能這樣子做 而是任何鄉民他在跟其他鄉民互動的時候 去挑那些不是很酸的部分 然後用比較酸鹼中和的方式去回應 那這個慢慢可以變成一個習慣 那就更不會受到好比像說 就是網路成癮啊網路霸凌啊等等這些氛圍啊 就是所謂帶風向啊等等的情況所影響 希望有回答到這個問題啊 好的 我今天沒有帶笛子來喔 那個有四十人朋友問說 這個請問你跟库拉皮卡是什麼關係喔 對確實因為我拋棄掉肖像權 所以大家都知道說 隨便把我改成這個旋律的樣子啊 或者是改成 最近有一個那個Holo Life上面的VTuber啊 這個Ina的樣子啊 或者隨便什麼樣子的樣子啊 我都是完全沒有問題的啊 包含那個之前科委會拿我的照片去弄成什麼 唐鳳過台灣沒半點錢 腦波耕填 什麼東西 那也是他的自由啊 對 所以就是各部會都發現我真的很好用 因為我就拋棄了肖像權嘛 那就好像說 這個一般人是過世之後七十幾年才這個 拋棄著作權跟肖像權的人格權等等 但是因為我拋棄在前面喔 所以他們就隨便的去利用 但我自己確實是把它當作一種好像素材 然後我看到就是我被remix成好比像說旋律啊 這個什麼什麼心跳會加快也會變大聲啊 什麼之類的 就是那些些梗圖說我真的覺得不錯 中文可以這樣子用也學到一些東西 所以總之都是抱持著這個欣賞的態度 所以我跟庫拉皮卡的關係就是我是素材啦 那隨便你怎麼樣子混搭喔 的這樣子一種關係 愛是什麼關係就什麼關係喔 好 那有三十五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請問鄭偉在做社會創新的時候 遇過最大的挫折是什麼 以及是怎麼樣子面對這一方面的挑戰喔 那我自己就是最近兩年最大的挫折 就是在去年的二月六號的上午應該是十一點 十二點左右的時候 那因為這個刻骨銘心最非常的記得 那在當時就是二月二號三號就是 吳展偉江明宗等人不是做了口罩地圖嗎 那個不是我的作品 我再次聲明 不是我的作品 是這個就是幾位台南的朋友做出來的東西 那他們當時本來是讓大家回報 每個地方還有沒有口罩 那但是因為我們就在行政院就決定說 我們要支持這個民間的Civic Hacking 所以說我們就要求每一個藥局都要即時的提供 他們過個健保卡之後 每30秒一次的即時的API就是他的口罩存量 那我們本來想的很棒就是說 那這樣子就有非常多包含集管家 江明宗屋站委等人都可以開發出 讓大家一面排隊一面就知道前面的人 刷了健保卡真的就是買兩片 後來三片後來九片等等的這些做法 那這樣就不會像當時大家盛傳的什麼暗槓啊 什麼都被買空啊 什麼詐騙啊 什麼之類之類 就是有很多就是讓人焦慮的東西 就可以緩和下來喔 那所以我們好不容易協調了API 那也上線了 那這個健保署也發現說他們不可能在網站上自己顯示 也把API協調好了 就差不多我講的那個時間點都協調完了 那協調完之後呢 那我就就是出門嘛 去看一下實際藥局的情況 那我家附近就有一個藥局 他就把他的門口這個用A4指 每個A4指一個字去寫 不要相信APP驚探號 然後那個 那個全新驚探號自己一張A4 所以你可以想像多大 就是基本上你經過是不會錯過的 就是不要相信APP驚探號 對那其實就是我看的真的是蠻玻璃心的 就是說我幾乎不眠不休這個三天 弄出來的東西 然後好像要是這個不領情 對那而且我當時事實上是有點 有點稍微理智端線 就是想說怎麼可能這樣子喔之類 這個我看到真的是真的 他說的APP真的就是口罩地圖嘛 對那但是後來我就深呼吸 然後這個安定一下自己的玻璃心 然後推門進去 然後絕對不是去看藥室 我先去買一些冬蟲夏草什麼東西的 然後就先跟他這個套交情 然後我在很小心地問說 我為什麼貼這個東西這樣 那後來他就解釋嘛 他說因為他們是覺得很多人來排隊 那所以他們從早上就會收健保卡 放在櫃檯然後發號碼牌 發完之後呢就請他們搬碗 再拿號碼牌回來 領自己的健保卡跟口罩 那所以他們是中午休息的時候 才慢慢去過卡 那過卡看起來就是他們的存量 一片都沒有賣掉 然後到全部賣掉 就差不多就是中午的那幾分鐘 會全部過卡完畢 所以他們就電話接到手軟 因為前面看口罩地圖人 都會以為他的存量是滿的 那所以就會一直打電話去 那他們不生其煩這樣子 所以就貼一個不要相信APP 那覺得這樣就不用接電話 其實還是會要接電話 因為他在線上都有他的電話可以看 那當時當然我也是有一點挫折 不是有一點 非常挫折 然後我就問他 但是我有個習慣 就是我會直接問說 好吧 那如果你是我的話 就是有沒有什麼做法 那他們事實上是有群組 年輕要是有一個協會有一個群組 所以他們就在 他說那我們在群組討論 那我在隔天 我在回去的時候 他的那個就死下來了 可是我們什麼都沒有做 所以就可能好像隔了兩天 我什麼都沒有做 但是他就死下來了 然後他就很高興 然後就跟我說 我們群組討論了 這個我們每天早上 進貨口罩的時候 我們號碼牌一發完 我就可以進銷存系統裡面 因為你們沒有檢查那個正負號 所以我們可以說 我們進了負一萬片口罩 那這樣我們的庫存就變成負的 庫存負的就是 顧客要賣我口罩 不可能嗎 所以這個情況下 就是我們的地圖的APM 沒有辦法處理負號 所以這個時候呢 他就會直接從地圖上消失 他的那個經緯度就不見了 所以他們就好像發明 那個哈利波那種隱身頭膨有沒有 就說你只要進負一萬片口罩 你當天就不用再賣口罩了這樣 所以那個他也不需要說APP不准了 因為APP不准 那當下它就可以消失 那當然我有提醒他說 就是你晚上要衝整嘛 你要再加一萬片回去 不然就是你永遠都不會出現在地圖上面 那健保署可能會找他literally算帳 那所以這個情況下 他就是對你不要跟指揮官講 但是我就想說 不行啊這個應該要系統化 所以就後來 就是差不多藥局周日可以休息的時候 我們就把那個拉下鐵門 真的變成一個按鈕 所以他們就不用再進負一萬片 而是說他發完就是後碼牌之後 只要按個鍵 他當天就從地圖上消失 但是口罩的存量還是保持一樣 那所以其實這才是真正的解決方案 那我就講到這麼細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社會創新它是眾人知識 就是對於大家有公共利益的事情 其實是離那個現場最近的人 才知道要怎麼樣子調整 才知道要怎麼樣創新 所以我如果有玻璃心的問題的話 我就永遠不會知道說 其實有這樣子已經很類似白帽駭客 那樣是一種解決方案存在 那我也不可能把它真的調整 成為這個系統的一部分 但是因為就是在第一線的鑰匙 尤其是他們有一個支援的群組 當時還是有共同的價值 就是希望四分之三以上的人 都買得到口罩 都戴得到口罩 所以在這個共同加持的驅動之下 縱使就是他們一開始真的是 就是造成了他們很多麻煩 但是他們至少願意有點 化悲憤為力量 就是想出一個可行的解決方案 事實上是短短幾天就想出來的 所以我想這個不是只是我自己的挫折 也是所有做口罩地圖的社會創新者的挫折 因為其實發號碼牌也是一個社會創新 所以兩個單獨都很棒 都可以節省時間 但是加在一起就 就是可樂碰到曼陀珠的 就是非常有那種爆炸性的效果 但是這樣子的挫折 為什麼能夠那麼快解決 主要還是說真的是 在第一線的朋友們 有一個即時回應的方式 將面中的地圖上面 大家願意就是打字來反映 實際現場碰到的情況 我願意拿著那個情況去 實際engage這些鑰匙們等等 那這樣子的話才能夠就是pivot 才能夠很快地走轉 所以有共同的價值 作為主軸 就算碰到這麼大的挫折 還是可以走轉 那如果沒有共同價值 作為主軸的話 那就很容易一下就散掉 我想做任何社會創新 確立這個共同的主軸 都是最重要的 希望我回答這個問題 好的 有一位友達的張少涵同學 那個問說 請問這個酒駕的問題 這麼嚴重 事實上 如果我們就是看冰冷的數字的話 事實上是逐年是越來越不嚴重 但是目前的情況 大家還是感受非常嚴重 這我了解 有什麼看法 那或者是說 為什麼酒駕修法這麼困難 其實酒駕修過一次法了 那一次也是在join平台 就是公共政策 和洛杉瑜平台上面 大家有提一個暗說 這個他們認為 這個解決酒駕最好方法就是鞭刑 就是新加坡那個方式 對 那當然這個人權團體 什麼是非常的不滿 這個行政院竟然討論鞭刑連數 對 那但是這個我們討論的 就像剛剛講的 是要凝聚共同價值 並不是說 要討論一定是特定的方法好 或特定的方法壞 所以我們無論如何還是討論 那當時就有一個insight 就是說 其實你應該是讓他根本就不應該access那個作案的工具 因為當他實際到了駕駛的位置上 而且他事實上是喝多喝酒的情況的時候 不管是鞭刑也好 或什麼別的酒駕唯一死刑 這些其實都已經不在他腦裡了 而且這個是有就是科學論去支持的 就是他under influence的情況 如果他會被喝阻的話 早就被喝阻了 那所以實際上真的會發生事情 而是他真的從他的主觀的意識上面來講 他已經沒有去考慮後果的這個情況 那所以這個情況下 要怎麼樣讓他沒有辦法發動那台車子 所以後來很多的討論聚焦到那個去 所以上次的修法事實上就是把酒精鎖 這個在以前就是可能只有 個別的這個車上面有的等等的這個做法 變成一個好像mandatory action 就是你如果被抓到有可能這一方面的一些前科 但是不一定有造成傷害的時候 那就要確保說你在完全沒有這個喝酒的情況下 才能夠發動那個工具等等 所以是引導到一個好像不但是可行性比較高 而且也是就算大家覺得要花一些成本 事實上要花蠻多成本 但這個成本它可以換來一個良好的社會成本 而不是說覺得說我們就砸成本下去 就感覺有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它是比較evidence based的這樣的一個做法 所以我是覺得說如果現在大家覺得說 目前的狀況還是不能接受 我覺得很多的做法 類似像酒精手的做法 都不需要去想說好像它是好像一家之一 好像很難說服別人等等 透過類似的這樣子 一個集思光益討論的過程 我覺得這些emerging technology 就是本來感覺上要很貴 但是現在越來越能夠接受這些技術 我覺得可以越來越幫助我們 實際上去設計出 讓它under influence的情況下 就不應該去開車 那這樣子的話在前端去解決 永遠 它的成本絕對是比在後端 要稍微就是本益比要稍微高一點的這個做法 希望我回答到這個問題 有43位朋友們問說 政委您對於NFT 所謂貨幣外的看法 怎麼樣子加速台灣產業 對虛擬世界的佈局 這些非常好的問題 先立結了我 就是我除了是行政院的政務委員之外 我另外還是七個國際組織的理事 所以就是一面在創業 但是這個都是非營利為目的 然後我是沒有拿薪水 而且是院長同意的這個情況 每次都要先講在前面 公務員服務法的關係 那但是其中某一個就是叫做radical exchange 那個跟我一起當board member 就是有一個叫Vitalik Buterin 他是以太方的共同創辦人 那他在radical exchange做的事情 大概就是去在以太方上面 去實驗各種新的民主治理的方式 好比像說不是一人一票 而是採用所謂的平方投票 一人99點 可以換算成不管幾票 這樣一個QV的做法 或者他們最近透過Gitcoin 正在做平方融資法 平方募資法 就不是說好像公益採券那邊 是就是幾個人負責分配 或這個文化經費是幾個人負責分配 但是也不是完全群眾募資 就是有錢的人來分配 而是介於這兩個中間的這個 折中的一個quadratic的一個方式等等 那大概他們在解決的 就是兩個問題 一個是說一群本來彼此 沒有見過面 也沒有什麼道理要彼此相信的人 怎麼樣子去找出一些 共同的價值來 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 有了共同的價值之後 怎麼樣確保說能夠 fulfill這個共同價值的社會創新 不會所謂的公有地悲劇 就是沒有人 每個人都要用的 沒有人願意投資 而是說它創造出多少社會價值 就可以收到多少有社會性的投資 那就是所謂Social Welfare Funding 或就是Funding for Good 這樣子一個解決方案 那這些都是在鏈圈去實驗 比起我們在國家的層級實驗 它可以迭代的速度 那完全不可同任而語 因為我們是每年才編一次預算 等於我們每年才能試 一種新的分配方式 那他們幾乎每秒鐘 都可以試一種新的分配方式 所以他們那邊就做了非常多實驗 那有些蠻成功的 像Quadratic Voting 我們現在就用在總統北黑克松 總統文化獎的青年組等等 那有些Quadratic Funding Pay for Success 類似社會影響利益債券的這種方式 我們現在也很認真地在評估 怎麼樣子 納入我們的實證當中等等 所以我會覺得這兩個是相符 相承的 就是所謂的鏈圈它在實驗的東西 跟我們現在在台灣 就是把民主作為一個社會技術 增加民主的頻寬 不是只是四年頭一次票的 這樣子的想法 我覺得是非常aligned 那但是我覺得這裡的重點就是說 大家在鏈圈 或在其他的這種數位的治理裡面 想到的更公平的更好的解決方案 它可以去快速的擴散 到我們實際的日常生活的應用 這個擴散的越快 大家越會覺得說 好 那這個不是一小撮人 在虛擬世界裡面自己搞自己的 那不會有一種 好像百分之一的人決定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事情的這種感覺 而是說它一下就轉譯成 大家都可以參與 大家都可以加入的東西 那這個才對我來講 真正意義上是科技的民主化 就是democratization 就每個人都可以參與 每個人都可以讓它做得更好 所以我自己對這個的回答 就是我們會盡可能快速的 把這些對於治理的創新融入 變成我們的就是實際的治理的一部分 那這個因為我是在服務業 就是公共服務業 公務員是服務員 所以只能從服務業的角度來回答 那至於說比較industrial 就是工業的這個產業的話 我覺得主要政府就是不要擋路 然後是好像高速公路跟車這樣子 就是前面不管是什麼東西 我們大概剛好落後 兩三個車身的距離 就大概六十天到一年左右的距離 那有釋出一些norm 大家覺得 這是一個市場的常規不錯 那我們就立刻採取一個 就是輔導的協助的角色 那之前的很多sandbox 就是創新實驗條例 沙和法案 大概都是這樣 但是如果前面就是稍微 在就是風險可控的情況下 就是翻車了 或這邊根本就沒有路的話 那我們要趕快畫出標誌標線 說這邊沒有路 之後的人不要往這邊開 那我們也感謝前面的投資者 幫大家付了學費 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 我們是快速的去從norm 變成regulation 但是不是用top-down的regulation 去壓制社會上的norm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對產業的 一個基本態度 希望要回答這個問題 那都沒有人要舉手 都沒有人要舉手 真的沒有 好 OK 好 那我們就繼續了 有44位朋友們問說 政委怎麼看台灣最近的國際關係 我自己這兩年是非常有感 就是因為在疫情發生之後 那我本來就是出國的行程 可以說全部都變成線上了 為什麼我之前那麼多出國行程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跟我同級的 就是minister或比較資深的MP 他是不接受視訊的在疫情之前 那我如果硬要視訊 我就只碰得到working level的朋友 就是比較低階中階的這些朋友 那主要原因就是因為這些資深的 就是年紀比較大的長輩 他們年輕的時候都試過視訊 然後覺得見面三分情 視訊倒扣一分情 所以你跟他講視訊 他是絕對不會同意的 就是覺得說 這個你要認真談事情 這個竟然要視訊 是看不起我嗎 這樣子的情況 那所以事實上這是實況 那但是不管是我飛過去 還是他們飛過來 那立刻就碰到這個 可能會被抗議的問題 或者是可能會 就是他事後就會受到一些 外交上面的壓力的問題 那所以就變成說 好像要就是找一個 大家都沒有看得到的地方 在場邊 在一個沒有外交含義的 不是official building 之類的有非常非常多work around 那這些work around 都很花他的staff的時間 所以也就很難說想約就約嘛 那但是疫情之後 那我們去年都沒有什麼感覺 但是其他國家非常有感覺 他們慘遭數為轉型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是他們不能不去習慣說 16比9的框框 才是看得更清楚的 那面對面就根本不可能嘛 那這個情況下 我們就發現 現在就變得非常好約 就是其他的minister什麼 其實就他們來講 他們也覺得 自己在家開個手機 他也不需要staff幫忙 立刻就可以進入一個 視訊會議的場景 我因此 看了很多高階官員的家裡 所以我就跟外交部說 那就是從去年開始 我就 早上7點到9點嘛 就是留給可能美東啊 南美北美的朋友啊 然後接下來就隨著時間 好像time zone travel 的這個情況 就是慢慢的移動時區 那到傍晚5點到7點 就是非洲跟歐洲嘛 那所以就是每天大概都就是 留兩個時段 就是一大早跟班晚 那去跟其他的朋友們互動 那有的時候stand by 那他想到了 就就說 那我就call幾個別的minister 那我們就一起開始聊起來 那這個時候大家都覺得很安心 因為絕對不會 就是中共絕對 他根本就不會知道 而且也不會說些什麼 而且也沒有什麼觀察員 跟會員國什麼的差別 大家都是6比9 一個小方框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也不需要安排什麼作詞啊 什麼東西啊 就是所有的那些formality 都可以去掉 那為什麼是因為 他們真的很想要學說 那我們怎麼樣子在兼顧就是 特別是言論自由跟 集會結束自由的前提底下 還可以做到防疫跟 防止假訊息危害的工作 那這個是全世界都碰到相同的問題 所以解決全世界的問題 當然全世界都很願意來找你聊天 所以我大概這兩年看起來 就是我們的國際關係 在這種很實際的分享 所謂的台灣經驗 台灣模式的情況下 真的是蠻大幅度的擴展 那我的紐西蘭的朋友也跟我說 他們也是一樣 就是本來一般不會 特別去找紐西蘭來聊天 但是因為他們在這個方面 也做得非常好 所以他們的國際空間 也變得非常大 所以我想這兩年 就是一個international norm 就是我們在國際關係上面 到底什麼樣子是常規 怎麼樣子是常態 有一個翻天覆地的翻轉的一年 的兩年 那在這一兩年下來 我覺得我們在這個方面 真的是有非常大的優勢 那我想之後也會持續這樣子的狀況 希望回答到這個問題 那沒有要舉手的話 我們就贊往下 好 好 那有35位朋友們問說 湯鳳委員博學多文 請教是用什麼方式 取得國際大小事 有沒有推薦的頻道 以及推薦的新聞網 這個我本來沒有要業配 但是你硬要我業配 我就業配一下 那個我在手機上面 這個唯一有裝的新聞類的app 就是台灣plus 那所以也歡迎大家多裝台灣plus 那台灣plus 是我們一個中央市的一個全新的嘗試 等於是用比較native的國際的角度 然後去看台灣發生的事情 然後也用台灣的角度去take 國際上發生的一些事情 那因為都是比較短的影音 所以其實很容易就可以看看完 那分享起來也特別容易 那在上面 如果你有國際朋友的話 還可以推薦他上去看 像斯卡羅啊等等的這些 他們好不容易取得了 就是國際的播映權的東西 那我覺得這個跟我們 以前的message 就有點不一樣 就是我們以前常常 在這種國際的討論的時候 是有點台灣needs help 就是我們需要大家的注意 但是台灣plus的議題設定 常常是台灣can help 就是我們解決了一些 我們在地的問題 而且這個問題國際上面都碰到 所以我們分享一下 我們怎麼解決的 讓大家知道 那你如果不聽 是你的損失喔 不是我們的損失喔 等等這種 比較有dignity 比較尊嚴的 這樣子一種態度 那這個我想是蠻新的嘗試 所以如果有空的話 大家也可以多看台灣plus 我自己真的是 它的推送是我 唯一有開的這個推送 那有35位朋友們問說 想問一下上次民主會議 訊號被切斷 視訊 我們後續有沒有透過任何方式 再次表達捍衛你或來自台灣的想法 如何看待民主峰會 邀請台灣的價值跟效益喔 其實我在當場就已經表達了 那這個可能大家如果只看新聞 沒有回去看那個影片的話 可能有些誤解 那個地圖完全沒有被切斷 而且地圖之後 我的整段陳述一長段 完全都沒有被切斷 事實上是完全沒有人說 有任何問題的一個情況 那發生狀況是在我都講完 然後像那個拉脫威亞總統嘛 然後另外幾個guest 那我們幾個panelist都講完 已經過了二十幾分鐘 那大概二十分鐘之後的最後 就是每個人 我跟拉脫威亞總統 各有兩分多鐘的closing 就是類似一個結語啦 那在結語的時候 就是人家問我要不要分享畫面嘛 那我就說 對我會分享畫面 但是因為我是用OBS這個軟體 所以我不是真的按分享桌面 我是把4比3的那個簡報 直接縫進16比9的一個virtual camera裡面 透過我的視訊的訊號送出去 所以等於是 類似就是拿一個很大的手牌的那種感覺 而不是我專門去分享畫面 但他們就去啟動那個分享畫面的 投影的那個模式 那所以我這樣子 當然我就 因為我並沒有分享畫面出來 所以就變成一個字卡 那但是這個跟地圖 在我的理解裡面 是一點關係都沒有 因為已經隔了二十幾分鐘 那但是呢 用OBS有一個好處 就是你開虛擬攝影機的時候 也可以同時做一個本地露營 大家都會打開嘛 所以我就有一個完整的本地露營 所以當那個panel整個結束之後 我後來還留下來 跟那個技術人員聊了一下 聊了之後我就說 那現在要怎樣 我有本地露營啊 你們要不要一份這樣子 他說好啊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後來就 當天我是一路到半夜一點 我才去睡 那時候我已經把本地的露營 已經PO上網了 然後已經把連結給他們了 那我在醒來的時候 國務院的民主峰會的官網上面 就已經放了這個 Watch Minister Townsville Intervention 把我那一段 就是我自己的本地露營 專門摘出來 然後專門連上來 所以等於是說整個schedule 其他人都只能看直播找時間嘛 那只有我的那一段 因為最後兩分多鐘的結余的部分 沒有畫面嘛 只有聲音 所以他們就專門把我自己的 Local Recording 變成他們的節目表 裡面一個類似特別節目 請大家去看 那所以我當時也覺得 這樣處理也很好 我就沒有特別去留意 那但是呢 我是接近中午醒來嘛 我到傍晚的時候 這個路透記者 就開始問一些問題 然後想說 他們要做什麼故事 那我就說 這個跟地圖 我真的覺得沒有關係 然後我也覺得說 你看他立刻就放上去了 那但是後來當然路透隔天那個新聞 他們調查完嘛 就出來了 那出來之後呢 我就發現說 本來幾乎沒幾個人看的 就是我那一篇 已經算是比較多人看了 但好像只有三四千人了 那我自己po出來 包含在Twitter上 大家的那個注意力也沒有很多 但是路透的報導 一出來之後 立刻就破20萬 然後隔天之後 就破30萬 所以就是 我覺得這像那個 屎翠山效應 就是說 我本來我自己覺得 我講的還不錯 但是也沒有到什麼 驚天動地的程度 但是路透的報導一出來之後 大家就覺得說 唐鳳他一定有講什麼 了不起的事情 不然不會有這篇報導 我一定要回去很仔細的看 所以可能很多人就是 三刷四刷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真的就立刻幾十萬人看 那在 當然這個也是 錢也買不到的啦 所以我是覺得 並不是一件很 讓我不高興的事情 因為畢竟就是有 很多人願意來 來聽我們分享 我覺得總是一件好事嘛 那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也發現到說 那大家在很仔細的回去看之後 就有很多網友 發現說 在那個地圖上面 這個香港也是不同的顏色 所以跟主權到底 到底有什麼關係呢 那大概都沒有什麼關係 所以就變成推特上面 炒作的一個題目 很多人都開始分享 他們對於地圖 和想法等等 好 那所以 講了這麼多 我自己是覺得 在他們那個技術人員說 真的是他們技術問題 而且我一醒來就放回去 的時候 對我來講這件事情 就已經處理完了 那事實上是 也有捍衛到了嘛 那但是之後 造成的這種 就是額外的聯誼的效益 我覺得這個效益 確實是我們當初 沒有想到的 所以我覺得 這次是 大家都學到 這個可能就是 之前在OBS的 軟體的這個排列 然後可能 因為我們 就真的很少用Zoom 但是那一次是用Zoom 所以跟Zoom的這個排列上面 這個可以有多一些 事前的溝通啦 那但是如果大家有去聽那個 口译的頻道 就是中文的口译頻道 它是完全用我給的稿子在念 所以不管是簡報的每一頁 包含那份地圖 或者是口译稿什麼 都是事前就已經給過的 所以當然也不存在說什麼 好像事前沒有溝通的問題 所以我是覺得 這一次我自己學到很多 然後也因此 這個多了很多 國際朋友的邀約 所以加起來好像也蠻有意思的 那有33位朋友們問說 請問唐委員可不可以分享 如何做到像您一樣 對自己展現極佳的自信 時常能夠打破框架 不在意外在的眼光 維持自己的步調 還有掌握自己的風格 我沒有不在意啦 像我現在在演講的時候 剛剛就是逗號的時候 都會多停一下 那個就是在多次大家的feedback 就是每次 我如果用本來的博恩夜夜秀 等那種速度在講話的話 那Slido就會立刻 就有一個推上來說 可不可以就是請唐委員 換氣一下 就是在逗號稍微停一下下 句號停個兩拍吧 那不然的話 真的是只能靠回放 對不對 所以我並不是說 維持自己的步調 我已經放慢自己的步調了 並不是不在意外在的眼光 for the record 對 那但是我覺得 這裡也是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我並不是為了打破框架 而打破框架 事實上我本來就沒有在管 本來的框架是怎麼樣子 對我來講就是碰到一個問題 像這位朋友提的問題 我以我實際的經驗 我想到什麼 我就講什麼 並沒有覺得說 我一定要套進某個現成的框架 裡面才可以講話 或者才可以表現 或者才可以回應 等等這個情況 那但是呢 因為我想到什麼都講什麼 所以這個就很順 就沒有什麼 好像我自己censor 自己自己審查 自己啊等等的這個情況 那所以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 其實就是休息的足夠 然後養成就是像我工作 大家可能知道我半小時之內 絕對不被打斷嘛 只有就是25分鐘 之後的那5分鐘 才能夠被打斷 所以任何傳即時訊息給我的人 我都要等25分 或者55分的時候 才會被看到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 即時訊息都已經變email了 就是他人家都已經想清楚了 不會變成好像彼此打擾的 這樣子一個情況 那所以就是養成這種 至少連續25分鐘 完全不被打斷 那在腦裡面的就是7個線程 7加減2啦 但假設7個線程 就是能夠全身灌注在眼前的那件事情 而不是每次被打斷 就少掉兩個線程去處理那個打斷 再少兩個thread 再少兩個thread 那到最後就變成好像 隨時都在注意力缺失的情況 那我覺得這個全身灌注的情況 自然就會帶來所謂自己的步調 或者是比較自信的這個情況 因為反正就是那個事情 所需要的注意力 你就可以給它相應的 那樣子的注意力 所以我覺得不被打斷 不被打擾 然後有足夠的休息 自然就可以有這樣子的情況 希望我回答到這個問題 那有32位朋友問說 相信我們政委 覺得2050年哪個科系最吃香 我覺得2050年可能就沒有科系了 真的很不好意思 那為什麼這樣子講 就是之前有人問我最喜歡的科系是什麼 未來這個我會最看好什麼科系 我那時候好像是說什麼人科太陽系之類的 OK就是說完全沒有現有的這種領域的科系的分別 為什麼是因為我們本來為什麼要分這些科系 或者是高中的時候 據說我沒有念高中 據說高中要分組等等的情況 就是因為說我們對於知識的掌握 在以前是一個比較taxonomy based 就是好像劍門綱目科書中 或者天上的星星 硬要把它湊成一些星座 那讓specialization 就是特殊化 可以發生的一個情況 那但是我們現在就發現說 我們這樣子分 可是實際上碰到的問題 都不是單一的領域 單一的科系 或單一的訓練能夠解決的 因為如果能夠解決的話 其實早就解決了 我們現在碰到的任何挑戰 基本上都是關於價值的衝突 或者價值怎麼樣找到共同的價值 或者是說它所謂wicked problem 就是說任何人單邊的行動 都只會讓狀況越來越糟 只有大家先講好 然後一起行動 才有可能離開這個比較糟的狀況 進入比較好的狀況等等 大概都是這個形狀 那在這個形狀的時候 就是在單一的科系裡面的知識的掌握 當然還是重要 但是更重要的是 你怎麼樣讓你的專業 能夠被完全不同的科系 但是你需要它的幫助 反過來也一樣的朋友能夠了解 那其實最近就是全民通識課 就是公投 大家就已經看到這樣子的情況 就是說本來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專業 而且可能彼此否定的朋友 那因為必須跟所有人解釋 才能夠把事情推進 所以本來就是在每個專業裡面 可能就極少數人懂 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他們在講什麼 這個L型的狀況 那在公投前的充分討論之後 慢慢就變成這個緩破 就是每個人都可以跟比自己 稍微懂一點的人了解一下 然後又可以再轉譯給比自己 稍微不懂一點點的人 那所以這樣子的話 這個專業中間就多出了很多 跨專業的溝通這種能力 所以我覺得隨著時間過去 這種就是現在叫斜槓 那接下來可能變橫槓 拍型人那個拍就是橫槓 這個情況我覺得就會變成常態 所以之後可能是所謂 Purpose Based Learning 就是說你學的時候 到底要達到什麼 到底要達到什麼社會使命 環境或經濟的使命 那那個才是重要的 那就好像你找到一個方向之後 那本來旁邊的星座的星星 離他近的被重新編組成為 另外一個星座 所以等於好像自創科系 或者在MIT 他們把它叫Antidisciplinary 就是反科系 這樣子的一種做法 去組織人類的學習跟知識 那我們現在看到國教 因為星課剛 已經開始往這個方向 那高教現在顯然也受到壓力 好像要往這個方向去移動 那到2050年 那還有就是將近30年 我覺得那個移動 應該就已經會完成了 我覺得我們之後 對於知識的掌握 大概都是先從Purpose 然後那個Purpose 再帶到Project 然後再帶到Problem Based Learning 那那個時候 硬去在一開始去分科系 會變成沒有什麼意義的事情 以上言論不代表教育部觀點 特別不代表 教育部高教司觀點 有31位朋友們問說 像請問唐部政委 您常常在網路上面 被開玩笑說 可以控制腦波 我確實是可以控制腦波 那請問腦波的控制 在不接觸的前提下 是不是有可能的技術 當然可能 對 但是就是 我只能控制我自己的腦波 我不能控制別人的腦波 那我控制自己的腦波 其實就是考者像剛剛講到 就是讓自己的實驗結構 可以很容易專注 很容易幾乎隨心所欲 可以進入所謂flow 就是心流的這樣子一個狀態 那或者是說 之前大家如果有看一些 關於我的書的話 後面會有一個小卡片 說一定要睡滿8小時等等 那後來我就接到很多 國高眾生抗議 說這個他的家長看了之後 就說你睡太多 你睡9小時 睡8小時就好 那但是因為學齡的人 他需要的睡眠時間是比較長的 所以我後來就好 改變自己的講法 說沒有沒有 是不被鬧鐘鬧醒 自然醒才是夠 之類之類 好 那所以總之 就是要充分的休息 然後有充分的 規劃好的時間結構 然後在不會受到 太多打擾的情況之下等等 那這樣的話 控制自己的腦波 確實是很容易的 就是不管來的是什麼問題 都可以全神關注的來處理 那但是呢 在目前看起來 就是我就算控制了自己的腦波 並不表示我對別人的腦波 有任何的控制力 但是確實有的時候 在面對一個問題的時候 如果就是這個問題 不管再困難 那我看到的時候 我就突然展現出一種 充滿好奇心的這種態度 覺得說這個題目 剛好可以讓我多學一些事情等等 確實對旁邊的人 可能有一些激勵的效果 就是說他本來是看到一個很繁雜 很困難的問題 他已經啟動他的迴避系統 就是不太想去碰了 那但是看到旁邊有一個人 他腦波完全是接近系統 就是想要了解 關於這個問題的所有事情 那這個情況之下 那確實旁邊的人 也會開始 有一種腦波被影響的感覺 這並不是因為我 為了要影響他的腦波 而是說我們可以 就是不斷地 一起發現一些共同的價值 那這個可能也可以說 是一種技術 如果對這種技術 有興趣的話 那其實有整套的 像我們說這個開放空間技巧 非暴力溝通的技巧 動態引導式的技巧 或者是那叫什麼聚焦式的討論 Focus Conversation的技巧等等 那這些都是Social Technology 就是社會技術 有些是可以用數位的方式協助 比如說Slido 就是我常常用來 就是確保大家可以聚焦 因為如果大家覺得這個問題不想聽 那至少下個問題 可能也是你有按讚的 所以就好像俄羅斯方塊 大家會想說 唐鳳怎麼會回答下一個問題 到底是不是要輪到下一個等等 那這樣的情況下 注意力就比較不會變成 好像每個人分散的情況 而是可以比較集中的狀況 所以剛剛講的這些社會技術 確實有一些數位的方式 可以來協助 那但是at the end of the day 就是最後還是讓每個人 能夠更好地掌握自己的腦波 那只有在大家都掌握自己的腦波 的情況下 我覺得互相影響腦波 才是變得比較有可能的事情 希望我回答這個問題 有39位朋友們問說 唐鳳委員為了 數位外照理想 而背負千萬的房貸 確實本來快還完了 又重新抵押回去 那目前台灣這個世代的青壯年 大部分都沒有辦法公正有其物 那針對目前台灣的房稅制度改革 居住正義 特別是就是在都會區房價 特別高的這個狀況 那請問政院在社會創新這個方面 針對這個議題 有沒有什麼新的方向 有沒有什麼見解來改善 不過社會創新的定義 就是眾人知識是靠眾人住職 如果是政府top down的 有一個固定的見解的話 那個可以叫公民參與 可是比較不會用社會創新 社會創新就是民間自己想出 像住宅合作社等等的這種方式 那政府不要擋路 而且是盡可能用一種輔導的角度 來進行等等 所以這個是社會創新的那個方向 那當然我也有看到一些社會創新者 對於這個題目的見解 不過以下言論也都不代表內政部立場 那舉例來說 像我自己很認同的一個見解 就是網路替代馬路的這個見解 就是在台灣其實 在一些人口比較不那麼密集的地方 其實房價也並不那麼高 而且事實上頻寬還更多 因為比較少人分 那但是為什麼大家就是不去那邊煮 而是要在就是比較physically 接近工作地方的地方住 那大凡就是兩件事情 就是就是對於老年人特別是 但是會需要照顧者的數位的照護 跟數位健康等等的這些 他覺得說比起就是實際 住在大醫院旁邊來講 還是不那麼安心嘛 那還有就是如果是小孩要求學的話 那他透過線上的學習 那他會覺得說這個學習到的 可能都是一些比較抽象的知識性的東西 那但是社會人文互動等等的部分 真的能夠透過評判就可以達到嗎 還是我還是到一個比較好的學區呢 這個實際上我比較相信那邊的老師等等 所以就是說在健康跟學習 這兩個基本權利上面 我們雖然說寬評是人權 當然那但是目前是 你以後取得寬評是人權 但是透過寬評達到人權 就是達到就是學習權跟健康權 目前確實還沒有真的到位 那但是呢當他比較到位的時候 我們真的也可以看到說像二地居這樣子的情況 像我自己是禮拜一跟禮拜四才進行成員 其他地方我隨便在哪裡都可以 那如果就是新一代的朋友 都養成這樣子的工作文化的話 那你不是說你完全不進城市 可是可能一個禮拜就花兩天的時間在都市裡面 那這樣子的話其實你的居住安排 就突然間非常的有彈性 那大部分的時間可以是在就是密度比較小的地方 因此房價負擔也比較低的地方等等 那我們這些做設計的就是或者做城市的 當然我們本來就憑空建造 凌空建造 我們的工作本來也都是在海外 我從2008年開始就全員端嘛 那所以我本來就是住在哪裡開心 我就住哪裡 我本來就不需要特別住哪裡 因為對我來講只有時區的差別 而沒有居住區的差別 但是確實在2008年的時候 那個norm就是我們這邊社會 如果你是一個員工 然後要去跟老闆睡 我就是要一個禮拜只有兩天進辦公室的話 那你的那個negotiation power是很弱的 你的公會也未必支持你 那但是在這兩年過去之後 現在大家感覺上是真的有刷新一些見解 至少就是見面戴口罩也只剩兩分情嘛 那線上就是起碼也有個兩分情嘛 甚至可以這個相提並論的 那而且大家在之前分唱分流等等的時候 也發現說 這樣子的話可以少開一些不必要的會議 當然可能會多收一些不必要的即時訊息 不過這些都是可以花時間就可以改善的部分 那所以我會覺得我蠻期待就是在接下來 我們不只是什麼斑斑有冷氣嘛 接下來是斑斑有網路生生用平板嘛 那這個遠距的醫療健保也幾副啦 數位虛擬健保卡 這個今年也完全的上路啦等等 那我們把這些infrastructure做得再好一些的時候 我是蠻希望能夠從結構上面去達到說 真的網路去代馬路 特別是在學習跟健康兩個權益上面 那這樣子的話 人口減壓才實際上有可能 那大家也比較能夠跟公司negotiate說 我一個禮拜只想要來上班兩天 那其他的時間就是愛在哪裡就在哪裡 那因為如果公司不答應的話 那就是你可能會加入的別的團隊 就不是只有physical 聚落啦 而是在時區類似的任何地方嘛 所以這樣子的話 不管是公會 或者是大家在做勞固協商的時候 的那個bargaining power才能夠去增強 那所以我們知道在社窗中心有很多團隊就是 專門在做這個題目 在做這些題目啦 大家如果感興趣的話 可以到我們社窗中心的Gatertown 那上面有很多關於這個東西的說明 那其實光是把社窗中心整個搬到Gatertown 也可以知道說 其實我們現在蠻習慣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透過遠距來經營社群的這個做法 所以我覺得我們整個來講是在往好的方向 那也是因為我們今年很多人才真正接觸到 全遠端或半遠端的數位轉型 那那些工具都大概已經ready了 因為就是前一年有很多人幫我們試過了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覺得大家對於hybrid working 是抱持了一個比較正向的感受 那雖然不是像強迫被數位轉型那麼 就瞬間轉變 但是至少我覺得我們就是嘗試錯誤 找到更多可能比較好的hybrid working model 這個空間 心裡的餘裕啦 是比較大的 希望回答到這個問題 好 那有48位朋友們問說 答答虎想要問說 請問政委 對於面板產業的未來 有沒有什麼看法 友達怎麼樣永續發展 成為百年企業 這個就請參考我們顯示技術SRB 那個SRB 全部都有在網路上面 在科技匯報辦公室的網頁上面可以看到 那我這個人其實不是我的斗面 我就說我不懂 這個面板產業的未來就是我不懂的東西之一 那但是因為我剛好前兩天 跟就是日本的一位媒體研究者在聊天嘛 那他就說他最近用了顯示技術 我不知道是不是由他做的 但是就是就是某個半透明的 這個新的顯示板 那他的好處就是說他對可見光幾乎沒有影響 那所以就好像說我們兩個人現在在講話 都有戴口罩 所以都不太聽得清楚別人講什麼也看不到嘴型 那有些人就跑去投資透明口罩 但是他的想法不是 他的想法是說那我們中間就放一個半透明字幕板 那我講話的時候我這邊就有一行小字在底下 去用就是機器語音轉文字的方法顯示出我講什麼 然後反向用一個大字 然後讓對方可以立刻就知道我正在講什麼 那換他講話的時候 這個就立刻變成反過來的這個安排 那這樣的好處是說不但聽不清楚的朋友 需要帶竹琴鞋的朋友等等 可以等於說他只要隨時帶著這個 就好像上字幕的這個情況 用不同語言的朋友 或用同一個語言 但是口音真的不太一樣的朋友 那也可以立刻就好像在線上 視訊會議即時打字幕一樣 那也變成是 那我就講我的母語 他就講他的母語 但是中間有一個共享的翻譯板這樣子的狀況 那這個就比起傳統的顯示技術 就是一個發光體就是手機 然後兩個人的眼睛都去看那個手機 然後就沒有在看彼此臉部的表情 所以談完之後倒扣一分請 的那個狀況來看 對不對 那這個狀況顯然是一個比較好的狀況 那所以他也實際上在一些櫃台測試等等 就發現說對於長者 對於小孩 對於新住民 對於總之就是對就是即時的語言溝通 沒有那麼熟悉的人來講 這都是一個讓大家就是更放鬆 而且更能夠花時間在彼此的肺炎訊息 像表情上等等這種做法 那所以對我來講 其實因為我都是社會創新 完全都是應用層的 就是在這個硬體這一層 有哪些新的可能性出來的時候 我盡量靠像演講這樣的方法 放大可能的新的應用 那但是對我來講 我並沒有覺得說 好像說我應該反過來對這個硬體 最做可能性的這些朋友下指導期 說接下來應該要到哪裡 我不會用這樣的方式來回答 所以抱歉沒有回答到這個問題 那有37位朋友們問說 請問湯瑋一天都睡幾個小時 是不是斷虛式睡眠 不是呢 我是大概就是8小時 那但是要看工作量 就是因為我每天剛醒來的時候 是最有靈感的時候 所以我會把前一天 所有需要工作的部分 包含說各種不同的價值 各種不同的想法 各種不同的一件案子 假案已案 秉案等等 都在睡前快速地看過 那看的時候 就是literally只是看 就是腦裡不發出聲音 也不下判斷 就是掃描進 就是視覺記憶裡面 那在這個情況下我就去睡 那幾乎每一次 不是幾乎 就是每一次 只要睡到自然醒一醒來 大概都可以出現一些 就是對大家都不壞的 這樣子一種新的創新的想法 那可以調和這些衝突的價值 那因為我在院本部 這五年多來 會到我手上的案子 按照定義 就是價值衝突的案子 因為單一部會可以做的 不會上到行政院院本部 所以只要是兩個以上不同的部會 它一定代表兩個以上不同的價值 所以我要睡多久 就是完全看 我就是接下來要做的這個判斷 牵涉多少不同的部會 或不同的價值 有時候複雜到四個五個六個部會的時候 我就得加班 我就得睡到九個小時 那或者是說 這個真的非常複雜的時候 就要真的就是加班十個小時 像之前有去看一個電影叫Tenet 就是那個 就是子彈會倒過來飛的那部電影 那部電影真的是很複雜 而且我是搬完去看的 那所以我看的時候 一樣就是沒有去理解它 去感受它 這個電影的口號就是這個 那但是就是我看完之後 我就就是瘋狂加班 我就睡了十個多小時 然後一醒來之後 everything makes sense 就在那裡就一個很清楚的時間軸 對 所以大概就是真正的工作 大概都是在睡覺的時候 就是我也不知道發生什麼的時候 hyperthreading 就是自動去完成的 那我唯一能夠做的就是 確保我有足夠的加班的時間 不會被鬧鐘鬧醒 對 所以大概都是連續式睡眠 不會斷虛時睡眠 但如果就是出於任何理由 就是我真的就是睡眠被打斷的話 那我一定會在隔天的 可能午休的時候 或者really任何時候 去湊滿這個八小時 因為不然我是就是等於就沒有生產力 然後主要的工作 都是在睡覺時候做到的 那所以希望有回答他這個問題 好 那這個看大家的反應 好像也都很想要試試看 這樣子的高工作方式 他可能對這個working shift的想法 可能要改變 好 那有33位朋友們問說 政委有沒有最喜歡的動漫 動漫是哪一部 其實有很多很喜歡的 但是沒有到說最喜歡的 我小時候花蠻多的時間 看那個功課機動隊 但是不是他的就是電視動畫 或後面的那些劇場 而是他的漫畫 他的漫畫可以說是就是 偶爾有點插圖的教科書 這樣子就是主要是字 那但是就是多少 還是有一些示意圖等等 那我覺得看這些 那當然包含 新世紀福音戰士等等 就是這些很多都是日本的 哆啦A夢當然也算了 大概都是就是 現在大家問我說 對AI有什麼想法 很多都是從那個時候 留下來的一些印象 就是AI主要是輔助大家 它是一種assistive intelligence 輔助式的技術 那我如果從小看的是 魔鬼終結者的話 可能就會完全不同的想像 那所以我覺得還不錯 就是我一開始接觸到的 是這些就是像遊戲也是 所謂的serious game 就是包含文明帝國啊 或者像那個什麼Oregon Trail 什麼之類的 就是說它是把你放到一個 實際面臨實際世界會發生的 那種事情的狀態 然後去互動式的想出方法 而不是說好像那個遊戲製作者 已經想到了某套做法 你只是按照他的想法去執行而已等等 所以我覺得我喜歡的動畫漫畫遊戲 大概都有一個特色啦 就是它是一種比較開放的世界觀 然後我自己在裡面參與的程度 可能不弱於那個作者參與的程度 它提供很多素材 但是並沒有說好像非要我 怎麼樣子去說 這個是好人這個是壞人 等等的這個情況 所以大概是對於動漫的一種看法 但並不是哪部特定的動漫 是我的最愛喔 所以很抱歉 也沒有回答到這個問題 有30位朋友問說 請問唐委員相不相信有外相 這個我可以回答 這個有回答到 我相信有外星人 當然了 好比像說 在那個國際太空站 有好幾個 因為就是按照定義 只要離開地球 你就變外星人了 所以我覺得我們很多的 extraterrestrial 就是你從地球上離開 你就是外星人 所以我覺得我們就是 所謂地球是文明的搖籃 但是文明不能一直待在搖籃裡 那雞蛋放同一個搖籃裡 長期看來也是不太OK的事情 所以就是說 在不破壞我們的搖籃的情況下 在確保永續的情況下 我是蠻鼓勵大家都成為外星人 那如果這個 暫時還沒有想要去火星 什麼的的話 那至少再就是 用一下顯示技術 用一下VR 我自己真的 最容易靜下心來 冥想等等 真的有一個捷徑 就是帶一個VR 然後立刻就去國際太空站 然後從那邊去看地球 那大概不需要太久的時間 可能兩三分鐘 那立刻就覺得 整個地球是一體的 我們在就是 雲層底下在那邊分國界 是很無聊的一件事情等等 就是 總之會變成一個比較好的人 那這個也不是 我自己這樣子而已 基本上上過太空回來的人 很多都有類似的狀況 就所謂的overview effect 總觀效應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既然我們可以用一個 相對便宜的VR 就體會到這種 就是天下一家萬物一天 這樣子的一種感覺呢 為什麼不試試看呢 所以在我之前去一些國際研討會等等的時候 在我們唇槍舌劍之前 我都會先邀請其他國家的參與者 先帶個VR 那我會隨身帶小的VR 先體驗一下 就是大家在太空看地球的感受 不用很久 這個一兩分鐘就好 那果然這個 之後大家的討論品質 都是往那個共好啊 永續啊 等等 這個方向去發展 真的因為你就看到地球 好像你可以握在掌心很脆弱很小一個 破壞了就沒了 對 這樣子的感覺 所以這個當然也是外星人 才能夠有的看法嘛 我們在地球上 不太可能手上握著地球 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 只要有VR 大家都是外星人 很推薦大家成為外星人 我希望回答到這個問題 有33位朋友們問說 想請教委員 在思考怎麼解決問題的時候 會經歷怎麼樣子的思考流程 那另外 想要請教軟體技術 以及科技技術更新如此迅速 委員是怎麼樣保持 自己對於這一方面的敏銳度 還有最新的程式語言 或者是科技的技術等等 兩個都是非常好的問題 我在思考怎麼解決問題的時候 大概就是指向兩件事情 那其實剛剛有一點講過 我再講一次 就是集思的部分 廣益的部分 就是集思的部分 就是大家都有不同的立場 有沒有什麼方法 設計一些機制 一些優吟機制 一些對話的空間等等 讓大家這些非常不同的立場 凝聚成共同的價值 越快越好 那這個共同價值 不是說非常精細的共識 而是一個基本的方向 好比像說 去年我們說 四分之三的人要戴得上口罩 要知道戴口罩要請洗手 那這個就是算是基本價值 今年說我們疫調的時間 要從這個24小時以上 想辦法縮短到24分鐘左右 才能夠處理變種的這個R值 這個也是一個基本價值 或是說像我們在疫苗的時候 至少第一劑至少四分之三的人 一定要能夠 不管像打哪個場派 盡可能讓他飛機一起飛 他就知道他打不打得到 那一下子就衝到四分之三的人數等等 這個也是一個基本價值 那但是其實就是在這些題目裡面 都還有非常多別的價值在作用 為什麼我們後來再講說 戴口罩是為了保護自己 不被沒有洗的手碰到等等 為什麼我們是挑這些價值來講 就是因為這些是大家最能夠接受的 最能夠live with 的東西 當然後來還加上說 戴口罩是為了表現自己 豹紋 粉紅 彩虹 什麼之類的 這當然都很棒 就是錦上天花的部分都是很棒的 但是在最一開始 就是說主要是為了保護自己 不要被沒洗的手碰到 為什麼是挑這個去放大 就是集思廣義裡面廣義的部分 就是因為我們有足夠的就是信心知道說 我們這些所有關於防疫的口罩訊息裡面 就是剛剛講到這個 它的R值是最大的 就是大家聽到之後 一船十 十船百字 而至等於十 每個人可以告訴十個其他的人 那我們就越不需要去說 好像去說服大家 而是可以說 那大家都有共同的這個價值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measure 好比像說這個訊息到的地方 我們會去看這個 它水龍頭的那個用水量 是不是真的有變多變長 就是大家是不是真的這個message 跟勤洗手是有關係的等等 那一旦有這個evidence之後 那我們就可以再加深關於多洗手 什麼當時什麼內外加工 左右開工什麼 內外加工大力玩什麼之類的 就是又有另外一個meme 對 那所以大概所謂的民營工程就是這樣 它是一個反覆迭代的過程 就是民間已經開始形成共同價值了 我們趕快再加碼讓它的R值變高 那R值變高之後 它又會覺得說 這個新的mutation出現了 那這個更值得去宣揚 像剛剛講到的粉紅彩虹口罩 那這個我們就趕快再下重本 讓它再去這個宣揚等等 所以這個過程就是幾思廣義 它是迭代的 任何時候只要有新的共同價值出現 我們就立刻就要把在地的這種 能夠達到這個價值的創新 本來可能只有少數幾個人知道 一下就弄到人進截止 那只有這樣子我們才能夠再 針對這個新的情況再集思 然後再廣義再集思再廣義 所以大概是這樣 如果有在做就是Design Thinking的 其實這個就是Design Thinking 它只是用非常快速的迭代 然後捲動非常多人 不斷一起做Design Thinking 那這跟那個所謂Double Diamond 就是雙鑽石的想法 是完全一樣的 沒有什麼差別 那第二部分 說怎麼樣保持對最新的軟體技術 跟科技技術的這個敏銳度 這個並沒有捷徑 就是到GitHub上面 把東西空下來 然後自己寫就是這樣子 那但是因為我的工作的時間 裡面沒有應酬的成分 所以我就是周六周日 基本上都是自己的 我不用就是去跑行程什麼 所以我大概就是周六周日 還是可以寫程式 或者是說我早上7點到晚上7點 真的工作時間蠻長的 但至少晚上7點之後 也都是我自己的時間 所以大家如果看到 我在GitHub有活動的話 大概都是晚上7點以後 所以就是都還是保持著 就是對於開放人士 社群的一些投入吧 那有些我在maintain的一些模組 一些專案 如果真的需要我來就是發表一些意見 或者稍微做一些修訂 大部分都交出去了 但是有的時候 需要我做一些判斷 那我還是在投入open source的這個社群 所以並沒有因為說 這五年有個day job 然後我就完全不寫程式 只是說還是有個day job 但是就是在自己比較有空的時間裡面 還是盡可能會投入這方面的工作 那我覺得特別是軟體技術 大概如果半年完全不寫程式的話 那新一代的朋友在講什麼 其實就已經聽不懂了 所以我大概就是會提醒自己說 凡是有新的技術出現的時候 像之前在那個192的那個 疫苗預約平台的時候 那個時候因為就是有就是waiting room 就是大家要進去要排隊 然後要知道說這個大概有過多久的時間 才能夠排得到等等 那我就開始比較了解到 就是在邊緣運算的系統啊 這個cloud flare 有一個worker啊 mini flare啊等等的這些 那我就自己都學了一輪 而且就已經就是準備好補位 就是如果管帽自己沒有寫好 我就要幫他寫了 好的這樣的情況 那我覺得當然到最後 我實際上幫管帽寫的部分 真的不多了 那但是正為自帶廠商的好處 就是說不管最後缺哪一塊 反正我自己是可以補上的 所以大概就是一直保持著 在第一線的這個practice 我覺得還是蠻重要的 好 那有四七位朋友們問說 這個如果能夠改變台灣一項東西 最想改變什麼 我覺得台灣本身 真是沒有什麼需要改變的 我覺得我們現在大概都在一個 蠻好的一個情況裡面啦 那但是當然如果是說 從這個整個國際的角度來看的話 確實我這兩年的外交工作 還是覺得說就是我們 如果就是有聯合國 以及周邊組織的完整的席位的話 可以省很多力氣 那所以確實就是去突破 這個1971年的這個某號決議 我覺得那個還是就是我們需要改變的一個目標 那當然大家都有非常多的想法 不過我覺得這個opportunity 目前看起來是比我剛加入政府的時候 大家更能夠聚焦往這個方向去想 所以這個部分還是很值得改變 那並不是我們改變 是人家改變這樣子 好 那有一位拆拆喔 問了一個把我當水晶球的這個題目 這個可以偷偷推薦一黨明年會一直噴一直噴的股票嗎 感激不盡喔 這個我不用偷偷推薦我可以這個很明白的推薦 就是我這個等365天之後再告訴你 有43位朋友們說 請問唐厚正偉跟柯市長 誰比較聰明喔 其實我覺得智商是最沒有意義的東西 我常常說就是我之前做這次 我也是成日自立測驗的題目 那大概都是現在你手機可以開飛行模式不用連到網路 大概灌四個APP 四到六個APP 那就是因為它其實就是考你東西正著念道著念 然後這個什麼東西轉90度的排序啊 什麼之類之類的 那這個其實手機上都有大量的APP 都已經可以做這樣子的事情 它考的是就是不假思索 就能夠做得到的一些capacity 但是每個人現在手機都可以做得到這些事情了 所以任何人只要有手機 甚至不需要連到網路 那智商都是160起跳 那超過160也就量不出來了 所以就變成完全沒有意義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我覺得那個是在現代的這些輔具 就是比較成熟以前 可能在小孩學習的時候還有一點意義吧 但是就是說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而且也都有手機可以用了的情況下 我覺得比較重要的還是人跟人之間 怎麼樣彼此協作彼此合作達到共好溝通等等的 就是所謂的collective intelligence 就是群體的智慧了 那我覺得個體的智慧 真的很難去跟手機拼這些智力競賽的這些項目 所以我覺得那個是已經obsolete 就是一個沒有什麼意義的一件事情 那希望有回答到這個問題 有30位朋友們問說 常常在訪談裡面聽到您還有哲學思考的答覆 那請問您如何訓練哲學思考 有沒有推薦的書籍 而且還要分零推薦 謝謝 很有意思 我自己小的時候是去一個叫毛毛蟲哲學教室 那他們有專門給小孩子看的 所以如果你找毛毛蟲哲學教室的話 你就會看到分零 就是年紀小看零零 之後哲學教室 之後他有很多引導小孩做哲學思考的書 所以這些都是我小時候看過的 也是非常的推薦 但重點不是看那些書 看那些書本身是沒有什麼用的 那些書是討論的素材而已 所以重點還是在一個讓小孩有一種感覺 就是他不會講出來的 你就立刻獎賞他說他講的是對的標準答案 或者他講出來 你立刻跟他說講的是錯的 不符合這個題目的題型題面 都不是 而是說你願意很完整的聽他講 然後跟他說 但是在我聽起來 你的這個前提跟你最後的這個結論 可能沒有什麼因果關係 感覺上好像比較像是 剛好前後關係而已 那你自己覺得怎麼樣呢 或者是說 你剛剛說這個放諸四海而皆準 但是我剛剛想到一個反例 之類之類 就是它是一種互動的方法 它不是特定 誰掌握了真理的那種感覺 那我剛剛為什麼 就是很自然就可以這樣講 因為我從小我爸就是這樣在跟我講話 他灌輸我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不要被別人灌輸任何事情 那當他灌輸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也沒有辦法再灌輸我任何事情 所以 就是一個 就是自我封閉的灌輸 對 那為什麼這樣 就是因為他是 就是所謂蘇格拉底法 或者所謂產婆法 那他的做法就是說 我這個哭鬧是絕對沒有用 我如果要靠哭鬧爭取東西 是絕對不用想從他那邊爭取到任何東西 他就說那你要講個道理 好那我就會講個道理 那他既不會說我有道理 也不會說我沒道理 他就會開始去做類似像拼字檢查 剛剛的那個工作 那我就會發現說 確實對我來講有道理的事情 並不一定對別人有道理 而且並沒有什麼universally 有道理的東西 完全就是看對方的狀態是什麼 我的狀態是什麼 我們是等於好像互員其說一樣 或者 當然後來我去學哲學詮詩 視欲融合這樣子 就是他看到的東西 我看到的東西 慢慢就是從對方的角度可以看 那但是這個都是要非常多次的互動之後 慢慢才能夠凝聚出 專心的聽對方的狀態 進入對方的狀態 沿著他的思路再講出你的詮釋 但是那時候已經不是你的詮釋 而是你進入他的世界的詮釋 等等的這些做法 所以這個就有點像是彈鋼琴等等 那就是每天練習 但是是可以掌握的一些思考方法 那大概就是透過這樣的方式 所以如果有空的話 可以多看毛毛床哲學教室 他們怎麼樣子上課的 那有那樣子的空間 有那樣子的互動的品質 比書是重要的多了 其實任何書都可以拿來做哲學的討論 希望回答到這個問題 那有人要舉手嗎 還是就還好 OK 好 如果沒有我們是不是就繼續 那有三三位朋友們問說 對於還在求學當中的孩子 最想提醒他們的是什麼 那就是不要停止求學 對不對 我自己是中措之後 才真的比較認真在學習 所以我會覺得說 不要讓學校去定義學習 這個很可能是最重要的事情 因為如果對小孩來講 他的學習的動力是來自於他外面 就是好比想說考多少分等等 得什麼獎之類之類 那等到這些外面的東西不一樣了 好比想說他出社會了 沒有這些外面的東西了 那這個時候因為他內部 他可能是習慣了一個框架 反而他內部沒有所謂的贏家 贏家就是在內部自己支撐他 但是不是把他 就是放到一個模子裡的東西 那這個時候他的內在動機 可能要比較長的一段時間 才能夠重新形成 但如果他自己在那個框架裡的時候 就把框架當贏家用了 就是說學校不管怎麼樣的時間 或空間結構 那都是可以商量的 他自己的學習興趣去主導他 怎麼樣negotiate 才在學校裡面的時間跟空間安排 那這個尤其是在新課綱上樓之後 本來沒所學校 就應該要提供這樣子的空間嘛 他可以去參加課發會 可以去邀請老師組一堂新的課 他可以去跨校什麼跨領等等 有一些advanced placement等等 都可以嘛 所以就是當你有一個想法 當你有一個purpose 有一個社會使命的時候 其實你就可以開始把體制裡面的學校 去當作一個贏家 而不是框架來使用 而且現在所有體制裡的老師 都受到教育部的這個專型 他們非得這樣子想不可 所以當你提供給他一些具體 他們可以用學生委中心來做教學的時候 他們其實是很感謝的 因為不然的話 他們要達到那個KPI 但是學生如果不懂的話 他們也很難去強迫他自主 這個不太work 所以就是當你有自主性的時候 事實上你也是在幫現在的老師忙 所以總之就是說 自己去想自己感興趣的部分 有什麼purpose purpose到project project到problem based learning 那這個過程裡面 老師就是你的朋友 是支持你的 但是並不是說 好像把你的學習動機 都放在外面的老師 所規定的這些事情上 那這個就是隨時都是自己當學習的主人 這個可能是最重要的事情 好 那接下來有36位朋友們 這個我也不是很想業配 但你就逼我業配 請問唐委員的五倍券去拿去買什麼 我都是放在一個叫做有責商行的這個地方 好了還是業配一下 好 那這個是我們的社創的平台 Social innovation.taiwan.gov.tw 那這個地方它有非常多這個產業的夥伴 有做社創組織的朋友 有buying power 這個你們也有得獎 對那所以這邊有很多獎勵的案子 那這個是我們在今年推出來一個新的logo 叫做有責商行 那大概簡單的講就是 我們會希望有點像是有機產品這樣子 就是願意去做它的環境跟社會影響力的盤查 包含碳盤查 但是不限於碳盤查 就是給的出膠帶的這些地方 那專門賣這些的通路 它就可以被qualify叫做有責商行 所以在裡面你買得到的東西每個都有故事 而且不是只有人看的故事 也有機器看的故事 就是它有就是auditable 雖然大概都不是上市規公司 但就好像上市規公司一樣的這樣的方式 在就是給出它對客戶的交代等等 那所以因為我是綁定台灣配 那這個電商能夠刷台灣配的真的比較少 那所以我就只好挑這個有責商號裡面 當時唯一能夠刷台灣配的部分 然後就是在這上面就買了 大概品牌專區這邊都買了很多了 對那我在這邊就好像就是問說 這個你這麼多小孩最喜歡哪一個 這個是會得罪人的所以就算了 但是就是我大概就是在這個品牌專區 然後就湊一湊湊到五千塊 然後就蠻開心的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多支援有責商號 那不是只有在電商 我們在實體 它比方說新東洋的一些休息站等等 現在也都掛了有責商號的這樣子一個logo 基本上就是如果你有一個通路 這個通路的某個專區 專門只賣這些我們所謂的社窗良品 社企的朋友的作品的話 那大概就可以把自己叫做有責商號 這一個開放的logo 大家都可以去使用 那以上是業配時間 我本來沒有想到業配的 但是很謝謝這位朋友問了一個業配的問題 好 那有三次三位朋友們問說 請問政委是不是有低潮的時候 怎麼樣子去度過難關 當然就是為什麼我每天這個八個小時的主要工作時間 就除了外交部員那四個小時之外 我大概都只會排就是八個番茄中 我們知道一個番茄中是半小時 那所以八小時的時間就是16個番茄中 但是我每天都只會排八個番茄中的工作量 意思是說理論上我每工作半小時就可以休息半小時的情況 但是當然現實哪有這樣子的 大概就是做完半小時之後就發現 這個有人急著找我 然後我就下個半小時就要處理突發的事情 但是縱使是這樣子 我還是可以留不少的時間給自己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說 因為如果是被時間追著跑的話 那基本上只要進入一個 好像是覺得什麼都很urgent的狀態 那雖然是擠 但是其實你應該交出去給更適合做的人做的 或者是其實本來就沒有那麼急的 就會變成沒有辦法分辨 好像每個東西看起來都一樣急的這個情況 那一旦進入那樣子的情況的時候 就非常容易進入低潮 那因為為什麼就是透支自己的精神力 那到後面就發現說好像透支用完了的這個情況 那但是如果反過來是覺得說 其實再急的事情都可以等30分鐘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如果接下來又沒有那麼急的 那我就休息個30分鐘 那每次的工作可能都有小小的低潮 可是都不會到這個低到見底的這個情況下 我就可以很容易的自己又恢復一些又恢復一些 所以去掌握這樣子一個 好像是就是緩急這個勞逸結合等等的 這樣子的一個節奏 我一直都覺得是蠻重要的 因為如果沒有這樣子的節奏的話 非常容易burn out 就是尤其我們在院本部 每件事情看起來都十萬火急的情況下 那就很容易說 那我就透支自己的精神 但是因為你如果覺得每個都很急 就沒有透支的結束的一天了 所以我一開始進入院裡的時候 就是學到最大的功課 就是就算就是大家都覺得說到實體的場域開會很重要 我還是要堅守 我只有禮拜一禮拜四進辦公室 所有其他的都透過遠距的方式 就是你如果真正有公文要我簽的話 那你就非得用電子公文不可 那這樣子就是按照我的時間在排 就是半小時之後才做 半小時之後才做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任何的難關 你在空個半小時的距離 稍微去看它的時候 其實也沒有那麼困難 裡面有一些有意思的部分 值得去了解的部分 那些可能就不是我專長的部分 應該有比我適合的人 我也可以想得到誰去做等等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難關就自然就可以面對它 那大家都知道只要能夠面對它 這是最難的嘛 那接受它 處理它 放下它 就變得非常的容易 所以大概剛剛講的這個時間結構 就是讓大家無論如何 都可以去用一種比較好像平常性的感覺 去面對這個情況 那所以時間結構 是我渡過難關的主要的這個做法 希望我回答這個問題 好的 那有35位朋友們問說 想請問政委 對於現在物詐距離20年前 通膨許多 但是薪資水準的條幅 卻沒有差距太大 就是有條 但是很多都是在福利的部分 所以就是說實質可支配所的條幅 沒有就是20年之前的通膨值那麼大 那造成現在很多年輕人成為所謂的躺平族 那這樣子的辦法 有沒有辦法怎麼樣去改善 這樣子的社會現象 這也是非常好的問題 我想這裡要從兩個角度來看 一個是說 就是生活的必要消費的部分 我剛剛有講到說 假設我們網路取代馬路的話 那生活必要消費 其實那一部分是可以稍微減低的 那當然在這個可能不是立刻就可以做得到 但是至少在學習的部分 以及是健康的部分 可能還包含一些娛樂的部分 應該都可以就是透過線上數位的方式 達到幾乎零成本的這個做法 那這個我覺得是政府責務旁貸 這些就是本來就是應該政府做的事情 那但是另外一個部分就是很多年輕人選擇成為唐平族 就是說不往特定的看起來線性的目標 這個career ladder 不去爬那個career ladder 那就是爬那個升遷的那個梯級 這個我倒是覺得是一件好事 但是以上不代表 以上不代表勞動部立場 我覺得 我覺得本來就不應該去爬那個 那但是因為這是我自己的經驗 因為我第一份工作就創業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大概都是在想 目前社會或者整個環境經濟 它需要什麼新的解決方案 那我如果我學的或我的朋友學的 剛好是接近那個解決方案的某個邊的話 那我覺得我創業是就算失敗了大家都知道說 你要換一種新的方法 所以對整個社會都是有貢獻的 那現在當然我們會叫社會創業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那開放原始馬 現在當然也被當作社會創新的 這個最早的東西之一 但是當年當然我們都不使用這些字 那概念是同樣的嘛 所以就是說當我把自己的看法 是變成是幫整個社會去看新的 解決問題的角度 不管成功或失敗 大家都有所學習的這樣的時候 那本來就不是在爬career ladder 而比較像是好像是當社會的一個雷達 或者是一起畫個地圖 或等等的這樣子一種想法 就是創業者的一種想法 那所以這樣子的話 對錢的看法就也很不一樣 就是說不是說賺多少錢 然後再去想說那我薪資要花多少錢 而是說我要解決這個問題需要多少錢 我就轉身去募多少錢 的這樣子的做法 所以也是說先想要花多少 再想要賺多少的這個狀態 那我會覺得說政府的責任之一 就是讓願意選擇這種想法的人 他不需要去像我以前那樣子 就是需要付出非常大的 就是跟社會主流完全都不一樣的 那種社會成本 才能夠去做創業的工作 那就算是在就是現有有 fulltime的情況之下 一定程度可以斜槓 甚至我們自己公務員 現在在這種社會創新 不是為了盈利 其實也可以兼職 我自己就兼七個 對這樣子的情況 那大概都是我們在法律條事 然後以及剛剛講到社會創新 行動方案的推廣上面 現在盡可能去鼓勵的一件事情 所以這個躺平也許也不是說 他不爬這個leather 但是也許他可以變成從斜槓到 你當你斜槓騎開就變橫槓了 所以也是蠻躺平的 就那個斜率是已經可以 跨各種各樣子不同的value system 那所以在這個中間 去擔任一個轉役的工作 去擔任一個coordinator 就是協調的工作等等 可能比起在單役的領域裡面 去park career ladder 可能也是相同有貢獻的嘛 就像蓋個房子 需要植住 需要衡量 是一樣的事情 所以我自己是覺得說 自己去定義 自己覺得有意義的部分 但是這個自己定義的過程裡面 去結合各種不同的社群 但又不是在特定的社群 或者特定的產業裡面 一定要爬這個垂直的leather 有更多這種橫向的拍行人 拍行算不算躺平呢 對不對 好 那像這樣子一種 就是有橫槓的能力 那我覺得這個是長期下來是一個趨勢 那並不是說我們社會上只需要橫槓 不需要單槓 對不對 不需要這些就是做研究 或者是做產業貢獻 這個當然也都是非常重要 只是說不管你的興趣是什麼 我覺得都是社會應該要有 你可以貢獻的地方 而不是說好像每個人 都一定要去爬相同的career ladder 那大概就是這樣子 希望回到這個問題 張少涵又來了 張少涵表示說 這個湯兒您好 又是我少涵 那感謝您剛剛的回答 小弟 我不對是小妹 張少涵嘛 我剛剛審思了許久 那現在民眾對於九家犯 或者是九家致死罰者的所謂期望值 那明顯跟現行犯有不小的落差 當然所謂源頭管制成本是最小 就像我們說預防醫學 乾脆就不要來用到健保 先養成大家健康的習慣 那健保這個財務負擔是最低的 絕對是這樣 但是這位小妹是所謂的性惡論 就是源頭管理如果在台灣有用的話 費死早該通過了 那何不將罰則提高 那一來可以平起民眾的怒氣 削一波選票 那二來這個增加政府的收入 為什麼罰則提高 可以政府的收入 這就要罰天價的意思了 那這個此波是不虧的 那謝謝張少涵的分析 那我覺得你們適合去選議員 或者是立委 我覺得蠻有說服力的 對 那這個其實大家也可以看到 就是我們 就是立法技術上面 要回應社會的需求 跟我們要選政治理 這兩個中間確實是存在一些張力 那但是當然就是 我覺得這裡面其實有非常多 別的部分是可以做的 好比像說 標誌標線 好比像說 就是我們 像之前我去高雄有開一個 叫救急球那裡戰通的協調會 那他們是把就是救護車上面的一些訊息 直接拋轉到醫院 那這樣子這些可能很多是車禍了 到醫院就一下子就可以有很好的減商分類 然後也可以及時把它載到 就是最適合處理的這個情況等等 但是這個如果再往前推的話 你就可以知道說 哪些可以規則於他自己 而哪些其實是那個道路路段設計的問題 哪些是那個就是載具本身的問題 哪些是他使用這個載具之前的必要的訓練的問題等等 所以這部分的資料對於回推去就是減少交通事故 這個也是非常重要的 而如果我們把那個就是場域設計的好的話 那也許結構性上面 根本就不會產生這麼多就是交通事故 那當這個base number變低的時候 那我們再特別去處理酒駕的部分 看起來就比較有道理 因為酒駕那個時候就會變成一個趴數上面 變成一個spike 因為大家在狀態良好的時候 在更新過的標誌標線上面 大概就不太容易再出現車禍了等等 那所以而且就是你在那部分就是開發單 也是可以賺錢 不要等有人撞死才賺錢 因為就是在大家只是違規而沒有 就是發生人命的時候 就是政府受罰金 我覺得最後這個更不虧了 就是它不會造成更大的社會成本 所以就是說我覺得每一個政策 它都有很多的面向 那這位張少涵同學有提到一個很好的 但是主要是法務部那邊的面向 那我覺得有更多是交通部 那剛剛講到的就是衛福部啊 警政署啊等等 他們可以還是用同樣尋釁自己的想法 但可能真的不是focus在酒精所 或者其他的就是壘犯儲域等等 而是在標誌表現跟路面的設計等等 那這個可能也可以達到您說的 學一波選票還有增加政府收入的這個目的 不過真的啦認真就是你要不要選一下議員這樣做 就是蠻好的蠻好的一個這個argument 好那我們是可能最後一個問題了 那不過就是不要 我不要被看成說跳過下個問題 所以就是最後兩個問題 好的 好 那有機器狗問說 這個近年來社會上面從big data 從知識學習 甚至近年一直AI智慧製造等等 可能越講越前衛喔 現在我們說這個生產線要進入元宇宙喔 好太厲害了 但是在產線上面摊看來看 其實就是IoT嘛 搜集資料分析輔助判斷 那對於所謂元宇宙相關的應用 大概就是虛實整合 那舉例來說 最近這個比較AR這個MR 可以拿出來講的應用 就是要維修機器 但是那個維修機器的師傅 不想來這邊關14天 所以他就當你的背後靈 然後附身在你的眼鏡上面 然後一起修東西等等 那這個當然是mixed reality 現在如果要說killer app 大概這個會被舉到很前面去喔 那但是這位朋友說 這就是大概只是敘事整合階段而已喔 那像親愛政委 目前台灣面臨工廠返鄉的時機點喔 確實那未來製造業的構想 是長什麼樣子的喔 或者有什麼樣子的技術可以發展 這非常好的問題 我想其實這裡面有一個 就是以戰代訓的這個想法 大家如果知道說我們推 像人工智慧學校 或者是政府自己推的 像T大使等等的這些專案 或者是在工業界的那個 雲氏級的部分的專案 其實大概都是說 有非常多人想要學機器學習 但是如果他解一些抽象的問題的話 他很快會發現這些其實沒有什麼意義 就像這位朋友講的完全是Buzzware而已 因為你在換一個framework 那你又要重新丟掉從頭學起 那所以是藉著學機器學習 好像不是把它當一種外國語言 本身要考100分 而是把它當作一種第二語言 就是透過它來掌握一個 你本來沒有掌握過的領域 那在台灣很多是製造業嘛 智慧製造 那這個對於很多學生 或者像二度就業的朋友來講 這個真的非常有吸引力 那這裡面當然也包含像新農業等等 就是每個人都會覺得說 那這個是勞力密集 或者是至少它自動化程度很低 但是事實上自動化程度已經高到 就是可能比大家平常看電視 看的那個程度要高不少了 所以中間的這個 就是他們可以貢獻的地方 就算整個像T大使半年的時間下來 他只提高了自動化程度 像這位朋友說只是敘事整合 只提高了這個可能2%左右的這個產能 或者是他如果是做糧綠提高2% 2%真的蠻多的 對那個場域的人來看 那但是這個跟他們做作業就不一樣 做作業都是要做到百分之百 只是那個百分之百 實際上沒有人要用 因為那是很久以前就解決的問題一樣 但你面對一個現場的問題 解到不要說百分之百千分之二 那其實整個業界都感謝你 而且他會很有成就感 知道說那接下來他就不是 像我們為什麼要叫T大使 就是不是把他當學徒看嗎 而是當作數位轉型的一個ambassador 就是用一個Digital Native的角度來看 既有的這個流程作業 但又不是說他自己要負擔全部的責任 還是有夜市 還是有就是同一組的五個不同的同學等等 所以我覺得這些發展的技術 它都是我們叫Social Technology 就是怎麼樣把在社會上面想要學 或想要二讀就業重新學等等 這些朋友的這種好奇心 變成是實際上在這個場域裡面的大家 真的用得到 而且也願意讓大家就是多學一點 而且在就是整個業界 特別是中小企業 就是有一邊學會了 就有點像是探盤查技術 本來只有很大的公司會的 那但是他可以透過這樣子橫向的創新 那一下子就變成比較中型的 甚至比較小型的企業 都開始這個可以開始回應這個 國際上面的探盤查的需求等等 那同樣的道理 就是industrial automation也是一樣 就是說一個人掌握這個技術之後 他掌握的部分呢 就可以包裝成一個low code的solution 那low code solution 大家就可以再包裝成no code solution 那到最後就變成好像一個basic vocabulary 就是任何人實際進場的時候 都可以像堆積木一樣 不用自己從頭去寫python的那樣子的情況 那我覺得這些整合的方式 是我自己比較passionate的技術 那我在院裡 特別是在科技匯報公司 大概也都是專注在這個部分上面 所以我並不是 就像剛剛的那個顯示技術的問題一樣 我並不是覺得說哪個特定的就是 硬體技術要發展 或哪個特定的 machine learning的paradigm要發展 但是我比較在意的是說 這個發展 不管它是怎麼樣的發展 是不是讓整個社會都覺得 我也可以學一點 而且這是assistive 就是它是輔助我的 而不是說又變成像terminator那樣子 就是人要來配合機器的邏輯 無論如何是機器去配合 這個社會上面想要學 想要使用的人的邏輯 我覺得才是最重要的 希望我回答到這個問題 那為了不要說是跳過這個問題 我就認真來回答這個問題 有四位朋友們問說 在唐末政委擔任蔡總統的政務委員的時候 從我的角度來說 蔡總統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我覺得她非常的穩定 就是她 一般國際關係學者都說這個叫戰略定律 就是說她如果很明確的知道說某件事情是重要的 那她在這個過程裡面 不管就是朝向那個方向有多少的 無法遇見的新的狀況 挑戰啊什麼之類之類 我從來沒有看過她有慌亂的狀態 她都是覺得說 那就是剛剛講到 就是從面對到接受到處理 可能是幾秒鐘的事情 就是說任何新的情況發生 那我們就面對 然後就接受 瞬間就接受 然後就立刻跳到處理的那個狀態去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對我的工作是非常有幫助 就是像當時每一個地方政府對於疫苗的分配 都有一些非常零和的一些很不舒服的感覺 因為當時大家可能知道 就是我們對AZ跟莫德納的偏好 當時差很多的情況 那只要這個莫德納就是放在誰的冰箱 就是誰倒楣 就是如果她在疾管署沒有分到地方政府 疾管署馬上就被罵 到了地方政府沒有到醫院 醫院馬上就被罵 那到醫院或者是診所或其他施塔站 那她的就是開的年齡一下開太多 讓太多人來撲空 她當然被罵 但是她一下子年齡開得太少 那她所在的地方必須要跨縣市 或跨區去打的話 她還是被罵 所以在當時是一個不會有人贏的 這樣子一個configuration 那而且每一個地方政府的人 都有自己的想法 都有自己的見解 那但是在當時就是蔡總統 就非常快地establish一個很基本的概念 就是說我們就先在講覆蓋率 而且是最快速的能夠達到某個目標覆蓋率 她前後喊了幾個數字出來 那這個真的沒有人反對 那我們如果說好 那這個才是真正的戰略目標 所有其他都是配套的話 那這個立刻解法 就變得非常清楚 就是任何一個飛機 在這疫苗一起飛的時候 因為我們不知道她什麼時候會起飛 但是一起飛的時候 我們就要能夠去立刻 媒合說當她七天檢查完之後 封建檢查完之後 這個人真要到誰身上 我們應該要在這七天裡面 去把它算出來 那有了這樣子的一個 基本概念之後 所有地方政府都發現 這個三方的量能 跟supply跟demand 媒合的這個平台 雖然大家都非常不習慣 就是沒有人做過這樣子的事情 以前都是分散開來打 但是大家都發現說 那我每個醫院改一下HIS系統 每個衛生局改一下它的系統等等 真的是做得到 那每次出現要改系統 我們就在那七天裡面改完 那當然中間有非常非常多的磨合 付出了非常多的成本 但是因為這個戰略定律的關係 所以從一開始到現在 當然暫時因為第三級 還沒有那麼多人要打 暫時收起來 這個平台可以說是 就是每一個地方政府的衛生局的朋友 到最後都覺得說 那沒有白花這些理解 而且這些利器到最後探體來講 事實上是有省到第一線同仁的利器 但是如果一開始 不是有這個很明確的戰略的定力 然後任何人喊出一個什麼 然後就跟著他走的話 那可能我們到現在都還打不到70%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是蠻好的 一個工作上面的一個 讓我感覺很安心的一個狀態 所以以我的角度來看 它算是一個 可以給予安定感的一個工作夥伴吧 大概是這樣子 好 那也4點10分了 我們就時間到了 那我們線上的問題就先這樣子 那也謝謝 那我們就交給主持人 謝謝 好的 我們謝謝鄭偉帶來非常精彩的演出 那我相信大家應該跟我有同樣的感覺 鄭偉真的是什麼問題都能夠回答 非常非常厲害喔 好的 那我們今天透過鄭偉 兩倍語速的分享 相信大家今天一定是收穫滿滿 腦容量應該已經已滿了喔 好 那我們今天我們在這個社會創新 國際議題 台灣議題 社會議題等等 或者甚至是在新科技的應用上面 我們都有更多面向 更多角度的一個思考點喔 那我們再次感謝鄭偉今天 為我們帶來這麼精彩的演出 好的